中超六一轮的临赛即将开打,行至收官阶段,夺冠形势将格外引人关注,由于在18月进行的一场补萨招,击败了广州恒打。 故而此时的上海上岗积分已经来到49分,绿恒大多出4分左右,眼下上岗成为了本赛季夺挂的最大热门。 第二十三轮,上岗要主场面对长春亚太,这场比赛如果取胜,就不用担心恒大,国安缩小分差,9月21日下午,山岗主帅佩雷拉出席了赛前的新闻发布会,佩雷拉一如既往,都没有太多表情。 而是十分淡定,盘级球队要对阵亚太,佩雷拉直言,还记得本赛季首回合对阵长春亚太,球队在客场输球。 当时这场比赛也属于暴住冷门,上岗刚经过亚冠比赛,故而体能上也没有优质,此番对阵亚太,佩雷拉直言这是一场必须拿三分的比赛,显然他也知道这场比赛的重要性。 此外,他谈到胡尔克在上一场比赛中有伤在身,但是胡尔克为了帮助球队赢球,就一直坚持了下来。 对阵亚太比赛,佩雷拉直言明日要靠胡尔克的状态,再结合对一意见,再做出是否让胡尔克登场的决定。 胡尔克是上岗队内的绝对核心,也是最有威胁和攻击力的一个点。 他和奥斯卡、吴雷、埃尔克森的配合十分新手,也帮助球队不断赢球,攀升到榜首。 如果胡尔克最终因伤缺战,那么对阵亚太,比赛将变得有悬念。 亚太毕竟本赛季已经赢过上岗,此番如果能赢,球也有可能。 谢谢大家!